其实今天视频是相当激动,相当上激动 因为前天刚和米哥拍完苹果的HomePod之后 就基本上快过年了嘛 然后依然是以为没有什么快递要收了 然后等着收收信要过年了 结果就收到了这个 莱卡Q 其实这并不是个新款的相机 因为莱卡Q其实是2015年就发布的 但是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或者说这个影像爱好者 这个莱卡其实确实是一只 让我这个非常向往的一颗品牌 所以纠结论三入手了这款 莱卡Q的定角相机 还是很有意思的 昨天刚刚拿的这个相机 所以今天准备简单的很快速的拍一个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会在春节这段时间去拍一些照片 然后详细的评测会在春节之后来发布 因为春节估计大家都在休假 我也会拍一些春节相关的话题 所以直接来看开箱吧 事实上我昨天已经开过箱了 而且已经把整个相机各种配件都装上 然后放不回箱子 所以我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怎么样 这个箱子设计非常巧妙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拔下来之后 它的整个箱子会敞开 敞开之后外的这个包装就是空的包装了 所以把这个拿掉之后 就是一个莱卡的这个黑的盒子 这个是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过程 就是打开上面之后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位置 你们会看到上面这个位置的大盒子 其实是它用来装机身的盒子 下面这个里面盒子下面还有两个小抽屉 两个小抽屉呢 分别是这个里头有说明书 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些所附在配件里面有电池啊 还有充电器这些 它的所有这个配件都拿这个莱卡这个小布包给装起来了 还是挺有逼格 做工非常精致 比如说这个相机官方价当然应该是35,000吧 现在也 现在这个我我我拿到这个银色版本 大概价格也有28,000左右 还是非常精致 这个包装盒里的机器我已经拿出来 就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包装盒 还是挺简单的吧 里面是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折光罩 折光罩 然后上面是机身 我把它那个折光罩已经装上 把它这个另外一个镜头圈给拧下来 也放在这里 基本上把这个盒子卡下之后 这个机器就可以完全拿出来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盒子完全装到机器里呢 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 我拿到一个非常好的配件组合 再拆还挺麻烦 就拿到一个这样一个小布包 羊皮包 这是一个莱卡原装的真 就是真皮的羊皮包 用来装这个莱卡秀的相机 做的非常惊喜 可以细 就是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质感很好的 看出来之后就是这台 莱卡Q 就是确实已经是期待非常久的一台相机 虽然它已经发布两年 但莱卡我觉得用五年十年都还是很经典 我给它装了几个配件吧 一个是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半壳 的半套 就是虽然这个装上之后整个相机有点沉 而且它的这个质感我不是觉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为了保护这相机还是装上 另外是一个质感很好的皮质的这个 单手的手链 因为我我习惯这么着单手拿着去拍 所以这个有个手链 还是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这视频已经四分多钟了 所以我不想说太多 关于莱卡Q的东西就给大家 相对详细的看一下这个相机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视频 接下来我会在今天下午和春节这段时间 出去拍一下这个相机的一些样张 回来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体验 但我昨天做了一些 在家随便拍了拍 感觉这个相机还是成像素质非常棒 而且对焦是出乎意料的快的 我觉得可以拿它当作工作机 反正我会接下来也会在出差时候 工作时候用这个相机拍一段时间 还是很好的 来看一些细节吧 看一些细节 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春节后见 明镜需要您须省接线去前岁